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备的儿子 但实际二人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刘峰本姓寇 名叫寇峰 长沙刘氏的后人 也是汉武帝刘秀的后人 而且到了刘峰这一辈 也算是豪门贵族 刘峰与刘备赴子卿深意后 从小便与刘备一起征战沙场 出生入死 人缘特别好 也有不少大臣们拥护他 再加上他年仅二十岁 便展现出超人的武艺 因此深得刘备的重用 并作为蜀汉继承人来培养他 以后很有机会继承刘备的家业 但事事难料 好日子没过几年 公元207年 甘夫人便为刘备 诞下一个亲生儿子刘善 所以刘峰蜀汉继承人的机会 也转瞬即逝 刘峰这个人挺狂傲 自持皇帝专身份 做事也肆无忌惮 三国志刘峰传 此刘宇为凡城 襄阳 连虎峰 达 令发兵自助 峰 达此以山君出父 未可动摇 不成于命 关羽在发动相反之战时 对镇守上拥的刘峰和孟达 发出了求救信 可是刘峰和孟达 却已刚刚攻克山城 人心浮动 不敢离开的理由 拒绝了关羽的要求 没有援助关羽 导致外污援兵的关羽 只能孤兵困手卖城 最终孤注一掷趁夜出逃 败走卖城 被攀张部下 马中秦或并杀害 人头也被送给了曹操 刘备听到刘峰 见死不救的消息 是火冒三丈 圣怒之下 赐死了刘峰 刘峰也没想到 刘备居然会如此对待他 眼含热泪说离句 悔不听孟达之言 燃酒后喝下了那杯毒酒而亡 后来刘备听说 刘峰斩杀了孟达的劝香使者 拒绝降味之后 刘备也懊悔不已 非常伤心地痛哭流泪 第二位 马良的弟弟马祖 马素自幼城 襄阳夷城 是蜀汉市中马良的弟弟 刘备占据荆州时 马家五兄弟一起投靠了刘备 五人中老大 白梅 马良能力最强 排名第二的便是老五马素 诸葛亮和马素还有师徒之意 甚至有父子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起这马良与诸葛亮 还是结拜兄弟呢 当年诸葛亮在荆州时 与马良是莫逆之交 二人便结拜为兄弟 诸葛亮管马良叫大哥 而马素当时才十七八岁 经常跟在二人身边 俗话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派系 有派系就有利益 刘备集团分为元老派和荆州派 元老派自不必说 当然是以刘备为首 核心人物是关羽 张飞 赵云 周仓 关平 弥芳等 而荆州派就以诸葛亮为代表 核心人物有庞统 马良 黄中 魏延 杨仪 马素 蒋满 费亿等 在荆州派中 真正起到核心作用却是马良 因此马良就是诸葛亮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能力上堪称是诸葛亮的翻版 而马良与诸葛亮关系密切 众所周知 后来马良在宜陵之战中战死 诸葛亮爱乌及乌 便在心中把马素当成了马良的影子 马素一共兄弟五人 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 马素兄弟们都有才华和名气 被诗人称为马氏五常 马素从小便才是过人 学府五车 后来进入蜀汉 曾人年逐县令 成都县令等要职 其致民之举也颇有成效 后来对诸葛亮相中招入麾下 经常与诸葛亮促膝夜谈 诸葛亮对其也是夸赞不已 从此马素便深得诸葛亮器重 将其视为亲传弟子 并被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重点培养 公元228年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时 力排众议让马素前去镇守接亭 而诸葛亮的认可和信任 又让马素得意忘形 当他率领蜀汉的先锋大军 向接亭进军时 遇到魏国曹瑞派来的大将张和的阻挡 结果马素不听军令 又不接纳副将王庭的建议 一意孤行 上山安营扎寨 张和道后 先是包围大山 又断绝了山上马素军队的水源 最后大举进攻 马素兵败 惨事接艇 直接导致诸葛亮终止北伐 仓促席归 为延明军纪 挥泪斩杀马素 并自降官位三级 那么为什么说诸葛亮误杀刘峰 马素 间接导致了蜀汉的灭亡 先说刘峰 其实刘峰一直是被冤枉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点 刘峰个人能力和武功很强 看过三国演艺的朋友都知道 演艺中的刘峰无所作为 永永不不 对冠宇的失败袖手旁观是漠不关心 而他的生平也毫无建树 没有任何出彩的事迹 演艺中的刘峰就是典型的 文不成武不就 有他没他对刘备的大业都没有影响 但是演艺毕竟不是正式 有太多抹黑刘峰突出诸葛亮的成分 其实刘峰的个人能力和武功都很强 公元218年 刘峰跟随刘备北上攻打汉中 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助 在阵前看见刘峰打仗十分勇武 气得曹操大骂刘备 卖吕小儿 尝试甲子据敌 无若换黄虚而来 如甲子为肉泥 意思就是说 刘备 你这个卖鞋的小子 只会叫你的甲儿子刘峰来抵挡我 等我叫我的真儿子曹张来 把你的甲儿子剁成肉泥 于是曹操立刻派人赵曹张 前来与刘峰对战 可惜曹张还没赶到 曹操就已经蜀汉打得大败而归 公元219年 刘备杀死夏侯渊 占据了汉中 然后他命令一兜太守孟达 北上攻去防灵 孟达杀死防灵太守拿下防灵 后刘备因担心孟达 独自难以攻克上庸 便派刘峰从汉中 沿绵水南下支援 与孟达的军队在上庸会合 上庸太守 神丹无法抵挡 帅部下投降 刘峰和孟达占领上庸 刘峰又因此胜为副军将军 由此可见 刘峰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不论是武功还是能力 在年轻的一代中 也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了 那么为什么说诸葛亮误杀刘峰呢 原因如下 就是因为刘峰个人能力太强 所以刘备对他就起了戒心 主要是害怕他以后会取代自己的儿子刘善的地位 而诸葛亮也深知刘备的心思 所以在刘峰被刘备赐死的时候并没有出手相救 第二 还是因为刘峰个人能力很强 诸葛亮担心刘备百年之后 自己难以控制他 势必会造成辅汉证据动荡 因此力劝刘备借此机会杀掉刘峰 其实刘备刚开始并没有要杀刘峰 而是听见了诸葛亮的劝告 这才下定决心的 换句话说 刘备之所以下定决心杀死刘峰 诸葛亮的话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同时 刘备也深知自己的儿子刘禅心情缠弱 欲试根本毫无主意 如果刘峰造反夺位 刘善根本没有机会与之抗衡 所以也就同意了诸葛亮的建议 第三 诸葛亮明知道刘峰与孟达不合 却让他俩一起去守上庸 最终导致上庸失守 这也是诸葛亮的失职之处 综上所述 诸葛亮知道刘善如果日后继位 刘峰就是他潜在的威胁 那么说诸葛亮误杀马素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如下 其实马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才 才能和七两远超常人 而且爱论军事 为官政绩还算不错 马良和马素兄弟二人 在投靠刘备集团之后 身出两个派系 那就是刘备喜欢马良 而诸葛亮则喜欢马素 马素在跟随刘备到一周后 先后担任的官职都是要职 第一个重要官职就是免主县令 要知道免主可是一周的要塞 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显官 免主官就在免主 可以说他就是成都城的一道安全屏障 在蜀国最后即将败亡的时候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就是在免主官一战中 惨烈战死 第二个重要官职就是被刘备进一步重用 担任成都县令 成都是蜀国的都城 也就是皇帝刘备呆的地方 第三个要职就是越西太守 越西是蜀国的西南边境地带 南王孟霍就在此发动的叛乱 在三国时期越西主要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带 可谓熊山恶水处刁民的地界 极其难以管控 但是在马苏任之时期 却把此荒蛮之地管理的也是井井有条 如此看来 刘备既然安排马苏担任免主县令 成都县令和越西太守等要职 足以可见 马苏并非演义中传言的百无一用 而就是因为马苏很有才华 所以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才会力排众议 让马苏为主将去守阶庭的 诸葛亮也是想借此机会 让马苏快速成长起来 建军功 树威望 将来可以独当一面 挑起蜀汉大梁 可以说 诸葛亮是一时走眼看错人 错用马苏式阶庭 使得蜀汉首次北伐转胜为败 这也是诸葛亮人生中的另一大败笔 由于诸葛亮对马苏期望值太高 一直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 还没有给足他实战的机会 而是突然拔苗助长 跳跃式的把他放到主将的位置上 马苏虽然很有才华 脑子里也确实有一套一套的军事理论 口才也不错 但却缺乏实战经验和指挥能力 可以说 诸葛亮派一个尚无领兵打仗经验的参军 去防守重要战略要塞 蜀事太过草率了 不得不说 诸葛亮在某些事上面还是很固执的 他这一生犯两个不可弥补的错误 那便是杀了刘峰和马苏这两个人 间接性地导致了蜀国灭亡 公元208年 曹操南征 刘表的次子刘从 在蔡茂等人的劝说之下 投降了曹操 在投降的队伍中曹操遇到了一个高人 几经了解后 曹操大吃一惊 感慨地说 我要早的此人 恐怕早就平定天下了 于是 曹操打算将这个人聘请到身边 成为自己的高级谋士 非常遗憾的是 这个高人不久便因病离开人世 让曹操惋惜不已 其实更该感到遗憾的应该是刘备 他在曹操之前 就已经与这个高人相遇 彼时他在请到诸葛亮的同时 却和这个爵士高人擦肩而过 那么 这个高人到底是谁 刘备为什么错失此人 尹川 是一个十分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这里人杰地灵 人才辈出 据记载 轩辰皇帝和大鱼就是生在尹川 战国秦汉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咖 韩非 宇布韦 张良 潮措等 也是尹川人 不过历史上尹川的巅峰时期 应该说是的三国 两晋时期 毫不夸张地说 当时天下英才 有一半出自尹川 这主要是因为 尹川距离东汉的首都洛阳很近 只有一百多公里 这里相对安静 却又不识偏僻 成为民事相貌的地方 更主要的是 跟文化底蕴有关 随唐之前 克举制还没有诞生 文法正值大行其道 一代为官 世世代代都会跻身权力高层 在汉代 尹川有四大家族 忠 荀 晨 韩 他们当地最富有 也最有名望的家族 家族中诞生的名人相对较多 在四大家族的影响下 其他家族也出了不少名人 三国时期 尹川出了八个最有影响的人 他们是尹川民事的代表人物 钟慧 司马懿的德力战将 人称魏国张良 他不仅粉碎了草帽的夺权企图 还随军平定诸葛旦叛乱 最后又和邓爱一起终结了蜀汉 钟慧是尹川人 钟氏家族是尹川的名门望族 钟家出的优秀子弟不止一个 还有个人才叫钟赵 他是曹操的重要干将 出任私立校尉 主要镇守观中 功勋卓著 为一千千军师 才华盖世 让曹操垂涎三尺 为得到他不惜使用下三难手段 绑架齐母 然而他到了曹营之后 一言不发 让曹操枉费心机的徐树 也是尹川人 曹操赤壁之战中遭遇败迹 灰头土脸 差点把命丢了 当时他感慨地说 如果国家在的话 我就不会流落到如此地步 曹操所说的国家 也是尹川人 只可惜短命 不到四十就去世了 除此之外 巡域和巡忧 也来自尹川 三国后期曹魏重臣 九品中政治 和曹魏律法 魏律的主要创始人陈群 也出自尹川 此人满腹韬略 眼光独到 他早年增谢后留备 得到对方赏识 被拼为玉州别家 上任不久 便给刘备出了个金点子 当时陶谦病重 临终前把徐州交给刘备 刘备起病之后 他四处漂泊 没有一个根据地 陶谦死后 自然是欣喜若狂 打算去接收 没想到陈群迎头 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徐州是一块肥肉 但是吕布也垂涎三尺 这小子不会甘心 肯定要搞事 可是刘备经不起诱惑 还是去徐州上任 结果被吕布联合元树 打得落花流水 刘备这时候才想起陈群的话 但为时一晚 后来陈群投靠了曹操 成为曹丕时期的曹魏重臣 由此可见 尹川正是出人才的地方 可以说是谋士批量生产线 需要指出的是 刘备错失的那个高人 也是尹川人 才华不在上述几人之下 那时候的名士 大都有个号 诸葛亮的号是 卧龙 庞统的号是 凤楚 此人的号为 水静先生 真名司马辉 子德操 司马辉才华横溢 精通道学 奇门 兵法 精学 是妥妥的治国安邦之才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 刘备第二谋士凤楚 对司马辉尽众有加 曾经亲自去拜访他 庞统是荆州人 荆州距离尹川将近两千里 当时别说高速 就是公路也没有 交通工具就是马车 旅途的艰难可以想象 然而庞统却不怕旅途劳累 千里迢迢去拜访 足见司马辉的学问 远在庞统之上 庞统远到来访 让司马辉十分感动 二人一见如故 成为之友 众所周知 庞统是刘备麾下主要谋士 既然二人是好友 他有没有向刘备推荐司马辉 其实庞统能成为刘备的谋臣 还是司马辉推荐的结果 不仅司马辉 就是诸葛亮 也得益于司马辉的推荐 原因很简单 司马辉的才华更高 名气也更大 司马辉为何要向刘备推荐他们 而不是别人 当时天下名士多得很 为何不推荐别人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 卧龙和凤厨都是司马辉的学生 史书上没有记载司马辉的年龄 也没有说诸葛亮和庞统曾经拜世司马辉 但是诸葛亮去世于公元234年 庞统去世于214年 庞统是意外死亡 诸葛亮算是寿统正寝 而司马辉比诸葛亮早去世26年 这足以说明他比后者的年龄大得多 这是因为诸葛亮鞠躬尽瘁 为北伐操心 是被累死的 而司马辉是个隐士 隐士大多长寿 这说明他至少比诸葛亮大了30岁 从年龄上看 司马辉有可能是二人的师父 才向刘备推荐自己的学生 这也说明司马辉的才干在二人之上 所以说刘备如果得到此人的话 肯定会取得更大成就 不会跑到蜀中 那么刘备为何不聘请司马辉 或者说司马辉不毛遂自荐 跟刘备干事业 有人说司马辉淡薄名利 对公英利禄不感兴趣 一心想当个隐士 因此没有成为刘备智囊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其实司马辉也动过干事业的念头 只不过他的外貌实在太平凡了 被人忽略 公元198年 荆州木刘表也网罗人才 他设立学校 学官贴出告示 表示要寻求天下名士 司马辉听到这一消息后 带着一筐紫书 坐上自己的罗车上路 风尘仆仆来到荆州襄阳 可是他跟刘表接触之后 觉得此人心胸狭隘 干不了大事 是烂泥巴不上墙 不值得辅佐 他没有被重用 也不想被重用 就在那里闲居起来 建安六年 刘备被曹操追杀 走投无路 不得已来到荆州 投奔刘表 这时候的刘备非常郁闷 也很灰心 他搞不懂 我有张飞和关羽两员大将 为何干了这么多年 还是一事无成 被曹操追着打 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想来想去 他明白了 原来是曹操身边人才积极 自己身边没有谋事 这时候 他听说了司马辉 便去求见 司马辉告诉他 我有两个学生很了不起 一个叫卧龙 一个叫凤楚 这二人你得到一个人 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了 前台词很明了 我学生都这么了不起 如果你重用我的话 那更是大有作为 刘备似乎没有想到 对方话里的含义 或者说是想到了 看到对方年事已高 觉得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所以就直奔南洋 去找在那里种地的诸葛亮 将其聘请为首席谋士 后来 刘备又聘请旁途 作为自己的刺席谋士 因此 刘备也错过了司马辉 没有成就大业 这说明 刘备还是缺乏战略眼光 不能慧眼失珠 也许有人会说 司马辉说得太绝对了 让刘备忽略了自己 司马辉的原话是 卧龙奉厨的一人可安天下 这让刘备觉得 我聘请诸葛亮这个小伙子 就可以了 要你这老头子干啥 其实人家司马辉 当时还说一句话 子初孝之王一人 则汉南兴 子初孝之分别是刘八 法正 二人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 益州人 却是益州集团的领军人物 对发展蜀汉经济 维护蜀汉稳定起着 诸葛亮无法起到的作用 可惜二人都不长寿 影响到了刘备霸业 司马辉既然这样说 肯定有补救措施 不过刘备水平有限 不可能预测未来 听了也没有多想 忽略了司马辉的存在 这也不能全怪刘备 司马辉穿着太平常 足灯草鞋 身穿补丁衣服 也不理发 不注重仪表 看起来跟一个叫花子一样 刘表曾经让自己的儿子刘从 去见司马辉 刘从这小子看不起人 就让随从先去问司马辉是否在家 随从看到一个糟老头在干活 就上前询问司马辉在家吗 老头放下锄头说 我就是 随从听了破口大骂 司马辉会是你这样子 说你是奴仆的话 我还相信 诸可亮虽然也是种地的 但是人家仪表不俗 他身长八尺 面如关玉 头戴轮巾 身披荷肠 飘飘然有神仙之改 这就是说司马辉不善于包装自己 让刘备看走了眼 如果是先锋道骨 超凡脱俗 刘备也不会错失 刘备三顾茅庐 请出诸可亮 奠定了自己的霸业 但是却看走眼 错失了另一个绝世高人 即司马辉 水晶先生本来是想帮助刘备的 只不过他太过低调 不注重仪表 让二人失之交臂 这说明包装太重要了 同时这也说明一个道理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以貌取人是会吃亏的